大家好,土狗流氓,他就那么一点招数,他没什么新东西 你看今天这个包子鱼和普京在北京开会 完了以后呢,会都结束了 突然呢,中国跟俄罗斯的那个官方的主流媒体开始炒作一个视频 一个什么视频呢,就这个什么普京啊,这个小错子,是吧,比我还矮 完了以后呢,一走一晃的,然后呢,从这个会议室走出去 是吧,每次这个新闻节目吧,就盯住普京的前面,先拍一个镜头 是不是,然后在后面,在旁边再拍一个镜头,在后面拍一个镜头 一晃一晃的走出去就没了,这会变了 现在前面拍一个镜头,普京那张没几个毛的脸 是吧,完了以后呢,没有拍这个普京的侧面的走路 这个这个步履这个什么脚尖的镜头 也没有拍这个普京的后面的这屁股的镜头 没有秀他的背背背背后的肌肉 而是拍普京后面的跟着他的两个穿军装的人 一个人手上拎着一个箱子啊,拎着一个密码箱子 这个密码箱子很重要 那么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密码箱子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的国家的核武器的按钮 是吧,那是普京的脑流亡的最后的逼杀机 所以有人就讲啊,说其实吧 任何一个核武器的国家 他的总统或者最高领导人出访的时候 他的身边都有人拎着一个箱子跟着走的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把这两个穿军装的人拎着的那个两个大箱子 拍的是如此的清晰 所以他拍出来的这个视频就是普京走路的这个矫健的姿势 他不重要 普京一晃一晃的姿势不重要 是吧,重要的是他背后这两个人 一个人拎着个大箱子 特别清楚 我第一次看见哦,原来是两个军人给拎着的啊 而且这两个军人呢一看年纪还不小 不是矛头小伙子 一看都是挺稳重的两个人 而且两个军人的年纪呢 比普京小那么一点点那是小不了多少 一般意义上我们都以为是两个年轻人拎着的嘛 完了以后因为你要永远都跟随在普京的身边嘛 是不是 如果你年纪太大 你又跟不上普京的节奏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不就分开了麻烦了 要是被人抢走怎么办呢 结果是两个中年半级的 甚至是老年人应该六十多岁了 而且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清晰 箱子有多大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他现在没有什么核心价值 经济也不行 政治也不行 是不是 国家也不行 我反复说过啊 反复说过 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 当那么多的 当中国吹牛逼说中国崛起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看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尽一切办法要离开中国 跑人 跑钱 跑路 是不是 这个东西太正常了 现在中国稍微有点眼光的 稍微有点资金的 稍微有点知识的 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人都想着离开中国 不仅仅我们这个体制外的人想离开中国 很多体制内的人比我们更想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你看的清清楚楚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像我们这种人突然有决定回去了 是不是 觉得这个中国大有希望我们要回去建设我们的祖国 这个时候 你中共在拍吹点牛逼 我就服 是不是 俄罗斯也是一样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俄罗斯有那么多花儿一样的姑娘 16岁的姑娘就长得跟花儿似的 是不是 俄罗斯的这个法律规定16岁的姑娘就可以结婚 你什么时候看见俄罗斯的姑娘 不跑到中国寻找老公 是吧 你看见俄罗斯的姑娘不愿意去中国去越南去什么什么 这些个地方 去墨西哥去美国这些地方去当妓女 你什么就知道俄罗斯这个国家真的强大了 昨天我想讲过一个一个另外的一个价值判断 就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俄罗斯的企业在全世界流鼻哄哄 你知道俄罗斯强大了 是吧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最简单的更直观的 更这个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一个直觉判断标准 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俄罗斯的那些花儿一样的姑娘 是不是 不要在全世界去当妓女 不要嫁给中国的那些那些个啥也不是的 他妈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的这个农民你就知道俄罗斯强大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想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你把普京就是理解为一个一个70多岁的一个父亲 然后你认了一堆的小姑娘穿在做你的女儿 一个长得跟花儿似的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不好好的让他们是吧 在在俄罗斯这个自己的家里面描眉绣花啊 这个穿穿这个打网球 你让他去去中国这种地方去去卖银 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你脸上有光彩吧 你没有光彩嘛是不是 所以这种时候他没有东西 他既没有文化实力就所谓的软实力 他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他也没有政治的优势 他只有一个破玩意儿 就是那个核武器 那核武器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它是个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文明之间平衡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不是用来打仗的 因为你你用核武器打别人 别人用核武器打你 它是个凝活游戏 没有意义 那怎么办呢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呗 你就威胁全世界 就是你不要跟老子普京过不去啊 我跟你玩完 所以现在就是土共俄罗斯 他通过他的主流媒体 他居然开始炒作普京脑流氓的核武器的按钮的视频 但是借此是威胁全世界 其实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很多时候思考问题都不往 都不进一步的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过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啊 也是一方法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愿意学你就学 不愿意学 我也没辙 就是你当你往上问的时候 人他有两种问题意识 一个是往上走的 一个是往下走的 是不是 往上走的叫形而上 是吧 或者叫综合 综合这个东西是个很好的词 往下走的叫什么 叫形而下 或者叫什么 叫细分 是吧 细分是一个知识的源头 综合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思想的源头 是吧 所以你当你求技术的时候 当你要找新技术 找新知识的时候 你要往下走 细分 你细分程度越好 你的知识越多 每一次细分就出现一个新知识 当你往上走的时候 你会出现思想综合 是不是 所以往上走 你最多能走三步 往下走 你最多可以走七步 所以人类的知识会越来越多 人类的新技术会越来越多 往上走三步 你就很牛逼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一般都是往下走的 但是往下走也走不开 为什么呀 因为往上走 是往下走的一个逻辑前提 只有形而上的思想的能力足够的人 才能有能力形而下的细分 你综合的问题没搞好 你细分的问题一样的搞不好 所以综合是前提 细分呢 是结果 是这么来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说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那我马上就问 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呢 什么是光脚的 什么是穿鞋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假定 今天的美国 你今天的欧美社会 是一帮文明人 是吧 是一帮穿着皮鞋的 里面穿着黑袜子的 不是穿着白袜子的 皮鞋不能穿白袜子 是吧 是一群穿鞋的 而把皮鞋擦的 就是特别明亮的 这么一会儿 我们称之为文明人 是不是 那光脚的就是啥也没有 是不是 除了秀肌肉 除了秀核武器 除了跟你同归于尽 是吧 身上绑满炸腰 然后跟你同归于尽 这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为什么 这不就是细分吗 那是因为 那些个所谓的穿鞋的人 他们能力也不强了 是不是 你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穿鞋的 浑身也是长满肌肉 或者也是充满了这个战斗的力量 你光脚的你来跟我惹惹看看 我在七环以内 七环以外 我就把你给屏蔽了 我在八环以外 我就把你给搞死了 是不是 我直接给你定点清楚了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的的确确是习近平 普京这种脑流氓 真的是 用核武器这个东西 能威胁整个世界 威胁人类的生存 但是问题不是出在这些脑流氓 多么流氓 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都是有一批老流氓 是吧 过去有 现在有 将来还有 人类社会之所以 还让人流年忘返 舍不得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文明的人 在那里努力在建设这个世界 人类最可怕的悲剧 就在于 当我们看见脑流氓的时候 我们不可怕 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个所谓的文明人 一个一个也抽打劫了 所以我的标题写得很清楚吗 为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呀 为什么普京 习近平这种老流氓 他不怕美国人 不怕欧美人的文明人呢 是因为那些个穿鞋的人 那些个所谓的文明人 他们穿的一双鞋 早他妈的也抽打劫了 而且他们自己还掩饰 不让你说 是不是 还自己动不动 就是民主的自由的呀 完了完了以后 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 一通政治正确 一通愚蠢 是吧 所以西方的这些文明人呢 穿鞋的人呢 鞋也臭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它不舒服 它是个悲惨世界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显摆一下 我经过长时间的阅读 是吧 我总结出来的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教育 是吧 三大教育 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 真的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世界 它不是一个乌头帮的世界 不是个桃花源 三大教育 我再重复一面 重要的思想要多讲 第一 它是黑暗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有黑暗的教育 一个人必须理解 世界的悲惨和人性的黑暗 这是人存在的境况 第二是财富教育 这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 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开始学会 如何挣钱 如何养活自己和家人 第三是诚心教育 一个人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 诚实地对待他人 这是让一个人的生存的成本 最小化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 流氓这个光脚的 不要穿鞋的 不仅你是光脚的流氓 穿鞋的人也烂了 你在今天西方世界 他也不跟你搞黑暗教育 他老是跟你搞一些 一个乌头帮的东西 一些个人类社会的大同志 明天会更好 共产党国序也这么玩 现在西方的文明人也这么玩 你说这个世界搞得好了 他搞不好 我告诉你啊 所以我们这些老百姓呢 一定要多思考 多读书 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在 我支持欧美社会 我支持中俄 没有意义的 我们都要认识自己 我们都要在两个流氓 在那里格斗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要不要 极不要被中俄这种土流氓给骗了 我们也不要被那些个所谓的文明人 穿着鞋 臭大街的鞋 不要被他们给骗了 真是到处都是骗子 我们这边老百姓稍微搞得不好一点 就被他们两种实力骗 所以我们这些人 有的时候被中国共产党骗 我们真是心勇不甘 但是你跑到自由世界 你发现你被那帮穿着一双臭鞋 在那里显摆的人骗 我告诉你等你有明白的那一天 你会更悲伤 谢谢